現在三隻狗兩隻貓 最後六隻狗沒有貓 近來才養貓 這幾年 有沒有說這麼多隻 平時跟我們相熟的藍王士 藍王士? 反而Moon沒有什麼 Boon最特別是 因為他也是領養回來 在寶慧協會 領養回來的時候 家裡只有一隻 就開始都會覺得 知道地頭是別人 來到家裡 但是一耐多少少時間 他就開始覺得自己好像有些死 就開始霸道 就開始撩那隻狗打架 就開始霸地方 因為那隻狗偏比較文靜 Scooby 文靜得來 那隻狗打架 他就會爆發 他就在那裏推他 推他 就欺負他 然後中藥一天 就被他 反過來 就咬回他 那次之後 其實是好事 因為那次之後 他們就沒有再打過架 因為他知道了 誰是大家姐 一陣子都挺有趣的 就是推了他 那邊的狗打架 就坐在那裏 就不用罵 真的好像 媽媽都嫌我 你這樣很頑皮 你不應該這樣 他就坐在那裏 撈下頭 好像真的被我說 但是不用發握 說完一輪道理之後 到今天 其實一路都有兩三年 其實都沒有很發生 這個就 我經常說 自己不是一個 非常盡責的主任 因為始終 我工作忙的時候 一定是工人 工人 工人 我呢 有空的時候 會開車 我就是他們的司機 他們知道 如果我開車出去 其實只有兩個地方 一天是手衣 一天是去玩的 真的去公園 放了狗繩 給他們拍照 自己就會 現在的貓 我自己打理 因為貓 會偏簡單 狗 就會 工人打理 會比較多 洗澡 吃東西 真的有時間 就會花多一點 去 帶他們去玩 但現在這麼熱 又很難 你要走時間 可能要日落之後 現在這些時間 其實基本上不行 去到 乘入秋天 就可以 可以 三點多 就可以帶他們 去 讓他們跑 因為始終大狗 需要多些活動空間 對 對 始終 可能貓狗 有一天都會離開 如果一旦 還有貓狗 離開 你會繼續養嗎 會 會 會 我已經有九個骨灰種 一路 我的終止 都要保持養 其實這一兩年 其實剛剛 這幾年開始 領養中年狗 因為中年狗 被人領養的機會 比較小 不是比較小 基本上是很低 不會有人要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處理 情緒方面 因為經歷了九次 明白了道理在哪裡 所以我為何堅持領養 就是因為他們出生 他們沒有家 給他們一個快樂的一生 這是我覺得我的職責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最重要是 Quality of Life 不是Quality 長短不重要 試過養過一隻 Puppy拿回來的 在西貢撿回來 他六歲就離開了 突然急成神衰竭 傷心的突然 在這麼多隻狗裡面 唯一隻最早離開 但是我覺得 他六年過得非常開心 非常之 基本上 他是一隻很開心的狗 我覺得是OK 長短不是問題 所以會一直堅持 除非我老到 可能我有病 我照顧不到他們一生 計算數 可能他們十幾歲 可能是不是我 還會比他們早離開呢 那時候就會停 剛剛開始養 最基本的 你要有心理準備 玩的時候當然很開心 永遠都很特意 但是真的有病的時候 其實花多少時間跟他一起 你會感覺到有一點不同的 一天有問題 以往 我未有經驗的時候 那時候 有一隻狗 牠吃了 牛鼻炎 但因為沒有經驗 也完全不吃 那隻狗 突然之間 其實牠很喜歡吃東西 突然之間 沒有餵口吃東西 但因為 沒什麼經驗 那牠們再不來 其實唐狗 尤其是牠們會突然之間 可能 有些不舒服 那牠們可能出街 吃一點點草 他撿一點點草 牠們自己選的 不是什麼草都可以 牠吃完之後 回家吐吐完又沒事 所以唐狗就是這樣特徵 就好像自己的 撿藥一樣 撿完藥吃完 沒有事 不用看醫生 那時候就變了 覺得 沒什麼特別 可能過幾天就沒事了 但誰知道過幾天 其實牠跌得好快 因為牛鼻炎 牠們會有些血污 開始無緩 就結束了 但輸了兩次 這些小經驗 其實回頭 其實我都不說服牠們 很多時間相處 因為忙做事 但是 你都會大概 觀察到牠們一些習慣上的事 當你感覺到一點點不妥 其實真的去看醫生 真的要找一個好的仇意 這個其實不容易 因為坊間很多 你自己要慢慢去試 慢慢去找 我自己很幸運 有一個好的仇意 當你觀察到一點點不妥 真的帶牠們去找牠們 會安全一點 不要太大安置疑 就會失去牠們 就會失去牠們